可是我要補充一下 因為門診有很多那種按錶操科 它真的這個錶列下來 全部都點一份來吃 所以說就是 就是真的 slowly 吃東西要吃慢一點 飽了就可以 那女生太大胃 好像女生打擾好多 分量的問題啦 分量的問題 對 所以大家在月經後 其實按按手掌正中心的勞工穴 就是我們手掌把它握拳 那你的中指所對到這個掌心的位置 它就是我們的勞工穴 你按的時候會覺得非常的痠痛 其實就是我們心肌那個穴道 它可以刺激我們的心塵代謝 或是你平常心臟無力爬樓梯會喘的人 那你爬不上去的時候 按一按就可以多爬個一兩階 效果還不錯 好 那譚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如果過好生理 其實又可以瘦 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高纖維食物 那當然這個高纖維食物裡面 除了這些蕎麥燕麥 那當然大豆類的 那其實我真的滿推薦那個 毛豆代殼的毛豆 它不只那個大豆一黃桶 而且它是很多高纖維的 我覺得 而且剛才彭醫師的那個料理的 這個內容都很豐富 但是真的還是適量較 我們同學很多人都認為說 沒關係我現在身體期 我流血了 那我要多吃一點 那常常這之後要減肥很麻煩的 好那接下來那更重要了對不對 剛我們講的一堆好吃的 其實胃口有點要開了 對 其實有點餓 太沒胃了 這樣滿足大家的味蕾 又可以達到我們所謂的 豐胸燃脂的效果 來好貨到你家 譚老師請 譚老師身負重任了 對 要讓大家第一好吃 第二營養隊 第三真的要達到效果 剛剛我們講就是 胸大嘛 有腦 其實就是魚 就很重要的 鮭魚是吧 鮭魚 鮭魚是什麼選嗎 其實也可以用其他的魚 但是我們今天選擇鮭魚 是因為 因為一般我們吃鮭魚 就是比較稀釋 就是弄點黑胡椒 那我們今天不是 我們也加一點黑糖 因為這個是 黑糖 對 我們用黑糖 對 這黑糖顏色怎麼這麼淺 這個是他們特別選的一個黑糖 是有機的黑糖 但是其實你家的任何黑糖都可以 你用個黑糖弄個醬油 然後加一點點的洋蔥 給它拌在一起 所以這裡面已經都放了 對 就是醃好了 要放了醃多久 其實我建議大概 醃個四五個小時會更好 對 因為我們就沒有其他的調味了 好 那我們就鍋子裡面可以擦一點油 或者是你不要 你就是把這個水整個下去 那就不要了 對 就不要再有了 對 因為不管怎樣高油高鹽 絕對是不健康的 那我們就不要打過 好 有了 好 那 鮭魚不要太熟 對 就是讓它稍微涼麵油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對 然後 有沒有半身不熟的 大概我們今天有一點點醣心 但是也不能夠太醣心 就是要有熟 但又不是太硬 又不是太硬 對 對 對 那其實煎粿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魚皮把它去掉 魚皮不要 對 魚皮不要 因為魚皮流子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一個研究 就是你帶魚皮去煎的話 它的這些環境的一些有毒物質 會比較高 但是你拿掉了之後 所以我這個都只有 對 這個 你如果是單純的這個只有鮭魚的話 它的一些重金屬環境荷爾蒙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剛說的這些不好的東西 魚大概就是 一 魚皮 二 內臟 對 魚頭 第三個是魚頭 對 第三個 可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魚頭很好吃啊 對 對 又是鮭魚頭 我喜歡煎著酥酥的就成麵 它像這個鮭魚是一片嘛 這個是一片 就這樣是一片 對 然後你就把它 它配的其他的佐料 大概量是多少 其實我覺得 你的個人調味的話 就是喜好 對 像因為我個人的調味是很輕的 所以像我都不大會告訴別人說 一定要一匙或者是兩匙 因為有時候 對 因為有時候我們就說 常常我們會覺得說 廚師教我們說要兩匙 一茶匙 可是我常常覺得 那對我來講太鹹了 對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就一般我都不大會告訴大家說 你一定要吃多少的一個量 你就是個人的喜好 因為你這個可以再增減 但是我建議大家 不要弄太多調味料的習慣 因為太多調味料的習慣的時候 你的味覺會越來越不敏感 對 來 快著我來幫忙 我聞到了 我聞到了 應該就很快就可以吃了 很快 魚熟的超快的 好棒喔 尤其是鮭魚其實如果很夠新鮮 它本身就是可以撒西米 對 對 好 那我們也不要 這個應該是這個熟度也差不多 因為它已經開了 陶老師做起來都好簡單 真的很簡單 然後我們呢 其實就這麼的簡單 因為我們光吃鮭魚太膩了 對 我們就可以插一個這個草莓 草莓 然後放到這個麵包上 麵也是太漂亮了 真的 在咖啡的時候 瞬間好時尚喔 天啊 這樣子搞的 時尚感 超厲害的這個 時尚感雞鮮 我覺得這個果膠 草莓其實也很多 那妳可以 豐胸 對不對 就不會又擔心膠原蛋白 好少女喔 對 好少女喔 好新鮮 台老師越來越厲害了 沒有 而且我覺得這個 生理期的時候常常心裡 就是心情不大好的時候 因為妳這樣妳會覺得心情好 心情都好 好像下午嘗嘗甜點的感覺 我很期待下一次生理期來 還要可以吃 其實我很反對下午茶 但是如果下午茶 就長得這麼美 真的是好 而且這道菜有補形的作用 妳看那個形狀也是有 豐胸的感情 妳要買大一點的草莓 天啊 我要買那種雙胞胎的草莓 對 那我建議草莓 在選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就是買的時候 就是它的顏色 應該不是那麼均勻的 然後它有的是很紅 有的你看這個有紅有白 那這樣會比較OK 比較健康 因為它那個紅白就是肉 太紅了對不對 然後同時選這個草莓 一定要確實洗乾淨 因為事實上草莓我一定要親自洗 如果沒有親自洗的話 我就比較不吃 對 然後洗草莓要記得 如果你還沒有 就是不要切那個切口 定以後 對 不要切那個切口 先洗完再切 當然 對 一定要洗過很乾淨的之後 然後把那個蒂頭去掉 是水一直流 15分鐘 不是 你先涮洗兩三次 然後把它轉到最小的水 因為現在是缺水期 讓它慢慢的溢流 然後再瀝乾 這樣就可以了 好的 來 各位出來品嘗啦 謝謝 讓大家變美的黑糖鮭魚配麵包 也太厲害了 真的太厲害了 好吃 好吃 好吃嗎 而且那個鮭魚你看它裡面還是就是 最糖性的 有鮭魚 對不對 沒有純熟 對 而且加上洋蔥又好香 甜度有 剛剛好 這個是完全沒有負擔的 對啊 那個麵包上面有那個醬汁都好好吃 對 有 所以那個沾醬汁麵包單吃都好吃 好好吃 我不知道 鮭魚跟草莓原來這麼搭 沒有這樣試過 沒有沒有 好厲害 很好 而且這個草莓它的果醬還有維辛路斯 都可以幫助我們一些蓋甜的吸收 對 好吃耶 天啊 這樣就可以封熟了 草莓下去整個清爽開了 對 很香香 好旺 而且它已經簡單到我也可以做 好健康喔 因為它是膠原蛋白的成分 那我們要促進膠原蛋白吸收 其實維他命B是最重要的 草莓就是化融點睛的效果 我覺得超棒的 很香的時候 早餐吃一個這個一定是很好 這當早餐 對 好棒喔 孩子吃完好吃都100分了 身材又好 肌膚又漂亮 對 全校似乎 中到又有腦 太多了 學起來 好 最謝謝唐老師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朋友呢 你如何掌握黃金的生理 其實把自己的生理 踩到最後的狀態 要加油囉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